一群本土派人士星期六下就游行到立法会之后 有人企图拆除立法会玻璃门前的防护栏 声言要冲入大楼 其后多名警员赶来增援 示威者随即四散 大约100名本土派人士 是在较早时间由中环遮打花圆出发游行 反对政改方案 他们大多数人戴上口罩 并且手持港英旗次和标语 先前往第一站警察总部 消息指警方总共派出1000人 沿途监察游行和戒备 部分警员戴被涉录机 游行发起人说本土派坚持 争取公民提名和取消立法会功能组别 担心泛民主派在否决政改方案之后 就不会有后续行动 又要求泛民议员取消星期日 上深圳见经官 为何都要我们香港的议员 我们代议时过一条深圳河 上去深圳去见他们呢 很明显这个就是 共产党的官员很希望 透过这件事展示他们的威信 就是你一定要过来面性的 我是不会来见你 不会来见市民的了 所以当这个已经是 这么有羞辱性的举动的时候 我完全不明白 为何我们的泛民主派的议员 还要出卖我们香港人的面子 会否重演2010年的情况呢 这个我们都很忧虑 游行队伍抵达警察总部之后 一度因为不满警方不肯开放行车线 等他们悬下跨到前往立法会 双方妖让大约半个小时 最终游行人士接返金钟到前往立法会 有示威者声言 星期日会再有行动 最激六四游行 NTV东网电视新闻台